早安 大家好 我是Ling KK 現在是京都第二天 我今天準備出發做一件我自己覺得很瘋狂的事 到底這個很瘋狂的事是什麼呢 我當然不告訴大家 但是今天是很冷的 今天是只有三度 現在是早上的八點半 到底我在這麼冷的天氣 還要倒塌這麼早 到底我去哪裡呢 我現在就決定去喝杯咖啡 定一定經 我晚一點再告訴大家 大家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我今天做過一件很震撼的事 其實就是去穿和服 現在只有三度的天氣 其實坦白說也有點冷 我本來打算今次不穿 因為其實之前已經穿過很多次了 但是來到青水寺 或者來到京都 總是覺得好像要穿一穿 或者打卡拍照 好像漂亮的樣子 我今次就選擇了光寶 我想大家應該都熟悉的 因為這間店其實也挺有名的 所以我就貪心它 可能是一條款服務 我今天選擇的衣服 只有八個髮型 給你選擇 我擔心我自己選擇 因為我是昨晚漏夜 才上網訂購 才決定今天穿過服 我選了一千日 我自己上網搜尋圖片 給它看 然後幫我設定 其實我也覺得很漂亮 對 很漂亮 這樣 之後呢 這個毛毛皮 因為它的包裝 4980米 它是包一些頸巾 還有一些黑色或者啡色的毛毛 我覺得黑色和啡色其實也不配合我的 所以我就額外加錢選擇了一個白色 但我覺得這個有點美中不足 因為大家看到其實這件毛毛皮 也不是很漂亮 其實我自己也會慢慢的 然後它中間是有些褲子 那些毛毛呢 好像脫脫的毛 對了 不過 我應該轉頭拍照 其實我都會脫掉 應該脫掉它 對了 其實我今天這套和服也不理 我自己很喜歡 還有一個小貼士 大家來之前 上網想定自己想選一套什麼和服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容易 因為我剛才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一心打算穿紅色 進去後 它就告訴我 我的高度就是選擇那一排 然後我第一眼就看到這一件 我拿出來 我就是拿出來這樣 然後我看到 不錯 然後我就決定這一件 對 這一件是我唯一一件 在那個架上看過的和服 對 看過的和服 那我就沒有看其他 因為你也知道 六百虎 花多眼暖 當你看完第二件 你就會覺得 這件漂亮還是那件漂亮 你永遠都覺得自己會找到一套 比你現在手上那一套 對 選了這個和服 一些紅紅藍藍白白的地方 我就選了一條 淺色的腰帶 而這一條繩子 其實我也不知道 選紅色還是粉紅色的 然後那個人 那個衣衣 其實看到我選得這麼快 然後他就過來 好像很出奇 為什麼這麼快 因為我用了五分鐘 我就完了 這件事 然後這個粉紅色 是衣衣選的 那我覺得都OK了 對 都是配搭顏色 其實大家都不要專注 一條腰帶 對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套東西的顏色 對 這些就沒什麼所謂 而且這個 這個也是 廢物師幫我選 對 因為太多了 又有頸 又有頭巾 又有頭巾 又有珠珠 然後有很多顏色的花 然後我不懂選 我就叫他選 他也是專業的 每天都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OK的 對 當你再選多一點 再看多一點 你就會更難選 對 這就是我的提示 到最後 我是在那間洗手間 不是 在光盤去完洗手間的時候 照鏡 然後我是看那條毛毛皮肌 不順眼 對 然後我現在 就直接 脫了毛毛皮肌 塞了 對 我覺得550日圓 是有少少少 浪費了 因為我個人 就比較壞 只要我自己看那件 配件 三副鞋襪的東西 沒有不順眼 我是 出不了門口 對 我是不會出門口的 對 就算是在家裡 也是這樣 對 最後 最後 我就是覺得那條脫毛的毛毛皮肌 真的不可以了 然後我便宜了 在袋子裡 對 我打算先戴著 對 拍照我就不會用它 但當我 可能現在有陽光 多晚一點 真的冷 冷得很重要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用的 對 不過女人為了美 都可以怕冷 只能夠這樣說 好 是不是很熟悉這個地方呢 很久沒來過了 對 但今天呢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學生團 我看到有很多學生 其實去旅行拍照 其實我很喜歡去那棟東西的背後 因為前面 永遠都是很多人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不會去背後 但其實 譬如這些塔 其實 我覺得 四面都是一樣的 那我為什麼要跟別人合照呢 我為什麼不在背後 拍一個獨照呢 這就是我的旅遊tips 大家看看 明明就有一些路 是沒有人 而好好打卡的 我為什麼要去前門和別人逼呢 超美啊 這條路 其實是在正門入口的塔 旁邊的一條小路 我旁邊有個牌子 寫著大 大 大什麼字 大 大廣堂 大廣堂 好了 到最後呢 我是拍了半個小時的照片 我現在才真正正出發 上這條路 是 對 其實有點冷 但是因為呢 大家穿過和服 不知道 穿著那雙襪 穿著那雙襪 穿那雙鏡 加上和服 其實是把我兩隻雙收得很緊 不能大 其實是有點和慢 好可愛 來到這個位置就是清水節最熱鬧的打卡點 是要排到前面的人拍完才能摺進來 對 因為後面呢 是看完整個清水節 還有紅葉包 或者各樣東西 所以是很多人 我剛才就在對面拍過來 然後現在就在這邊拍過去 哎呀 今天都叫做有藍天有陽光 好美啊 超美啊 很多年沒來的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京都必到的經驗 入場費四百元 其實交通都方便 看你是哪邊來的 因為我這次住京都 雖然我是沿路走過來 其實是15分鐘 超方便的 很值得 我本身今早覺得自己有點激烈的 穿和服 但是我覺得 我沒有後悔 雖然冷 但是 是直的 這個硬洞是直的 好了 一會兒再分享給大家聽 拜拜 我終於都吃了我今天的第一次 但是呢 因為我今天是怪了情緒之影相 我現在很餓 而我本身呢 不是吃這間晚餐 我去吃另外一間的 但是因為呢 現在是下午的1點鐘 我不知道是關不關吃飯時間 總之是每一間餐廳都需要等很久 這間餐廳是六十分鐘起步 所以我就不等了 我就進來這間 只需要等一等 這間餐廳叫做青修 暗 不是暗字 對 我正在說這個套餐廳是2980元 其實已經會有一盒萬用品 有條蜜蘭 還有豆腐 還有三個甜菜 我覺得是超級划算的 我終於都填飽了自己的肚子 對 填飽了自己的肚子 其實人是真的沒那麼多 所以現在呢 我決定上清水紙 因為呢 我拿了一個面具 然後我發現我剛剛是完全忘記了自己的面具 所以我現在呢 上去補營 對 不過行動有點緩慢 其實穿和服絕對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首先你要穿著那雙襪 再穿一雙也不是很人自拖的人自拖 對 而你的腳是不可以大步的 你平時的一步呢 你穿和服是要走的 我講的就是這個面具 這次呢 來到呢 有很多店舖都是賣這些面具 那不一定是這個樣子 有些會是其他 有些是其他顏色 其他樣子 但是我記得我以前來京都 或者是這些神社的地方 其實是沒有這些面具賣的 可能是在疫情這幾年開始 變成一件商業的事 不過我看到其實真的很多人買 但是我想說呢 是戴不到的 對啊 這樣戴上來好像很奇怪 如果我戴上去真的遮住眼睛 更怪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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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做什麼 但我看到有些人呢 是戴上一半 但我剛才擺上自己 戴上一半的時候 就覺得 漂亮 看來吧 嘩 這條樓梯好漂亮啊 超多人在這裡拍照 給大家看看 好漂亮啊 我記得我一年前 都是在這條樓梯拍過照 那次我沒有穿過 我是坐在地上拍了極久 我現在去吃雪糕啊 而這間店呢 而這間店呢 我是之前光顧過的上一次來的時候 雖然現在很冷啊 但是這杯雪糕是很濃的 很開心的 對 因為地方有些困窄的關係 因為地方有些困窄的關係 好幸福啊 不知道為什麼來到日本 或者京都呢 我覺得是要吃綠茶 抹茶 抹茶是苦苦的 但那種很濃的 有很多茶 雪糕 有抹茶蛋糕 有雲呢辣 有紅豆 有啫喱的物體 之後有一個士多啤梨 還有最底是抹茶苦苦的 好像啫喱 我不知道那樣是叫什麼 但是很好吃 很喜歡京都這些街 其實所有這些 全部都是平房 然後在這些街上走 其實是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很喜歡 對 很喜歡 沒什麼做的 就這樣走走走走走 好 Lucuz 剛才我進了一家 他叫做 ють個ONE 就是 它是這樣的 它是嫩嫩的 最喜歡吃這些顏色的牛 試一個 旁邊有蛋絲 這個飯在香港 這裏多錢呢? 4,000元而已 200多元 我想買一張糖 可能是200多元 那個量還得了 我覺得很適合 這個飯也很適合 這個飯也很適合 是不是很適合 哈哈 它的蔥裡面是有一支酸 不是 不是 是 黏著 整個菜黏著 它的蔥是有蘿蔔肉的 但它是有顏色的蘿蔔肉 應該有些醬油 它有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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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是要什麼尺寸的 我這個小小的 可能是8厘米 都這麼小的碗 這個就是小小的 牛肉 牛肉 是加了少許鹽 在調味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 會有任何甜味 的料 真的 它的桌子 其實是有 一味粉 七味粉 還有山椒粉 還有一個小糊 應該是醬油 但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它的肉是有少許鹹 好飽啊 我想起昨天在十二段加 這隻牛肉是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那個時候應該很好吃 因為我一個套餐 吃完已經很漂亮 我昨天吃完 一個套餐 吃完整碗飯 然後還要加兩塊牛 好美 剛才我還想到 它是二次碗 牛肉的另一個部位 最大的一隻牛肉 其實牛肉都是百多元 大食物 有飯 這個牛肉的質素 你們一定要來幫忙 推薦 這個推薦 這個是有九十分左右 不過你們不知道 我認為是標準 就是好吃 可以吃光了 就是我的評分投數 我這個不好吃的東西 好吃 大家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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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